護臺金丘音樂會隆重舉行 主要他會去上海叫他統戰部 統戰部 所以這叫做統戰音樂會啦 徐徐英說謊嘛 他說他這次回去 幾年9月11他回上海 但是呢 雖然媽媽身體不好帶他去看病 所以假探親 真統戰嘛 我們可以接受中國統戰部的棋子 直接長驅植入到我們的國會殿堂嗎 柯文哲 你今天受訪你不敢回答對不對 你說跟李正浩不熟 他不知道要回答什麼 我跟你講柯文哲 你不用跟我熟 你跟徐春英這則新聞熟 我現在除了第一潮我還有一潮 你認為我的一潮裡面只有徐春英參加這個活動嗎 有沒有更誇張的行為 你柯文哲自己想好你要怎麼回答 柯文哲昨天在淡江 真的是惱羞成怒了對不對 學生跟他提問徐春英的事情 我覺得剛好而已 徐春英是你民眾黨現在即將要提名的人 請問學生不能問嗎 結果柯文哲很生氣 如果進入到司法才能討論的話 請問你柯文哲為什麼不敢講高鴻安 高鴻安終於進入到司法了吧 所以本來我們在做政治事件的時候 有沒有進入到司法 我們都會來討論問題 而且民眾黨更噁心 你一大堆幹部是 但是不只進入到司法還服刑 服刑完之後你還重用 請問你民眾黨不討論嗎 這第一塊 第二件事情 拿趙天玲來當擋箭牌 我坦白講 民眾黨 我坦白講 我那則爆料下面有幾個 沒有很多 民眾黨的朋友來拿趙天玲 跟中國女子交往的事情 來當擋箭牌 包含柯文哲 以及民眾黨的各大發言人 都拿趙天玲來當擋箭牌 我跟你們講 你們全家邏輯都死掉 就那麼簡單嘛 其實是反對跟中國人談戀愛嗎 我們今天在座有任何一個人說 不能跟中國人談戀愛嗎 沒有嘛 趙天玲委員跟中國女子談戀愛 那是在外遇的部分 他道德山犯的錯 可是問題是 有人說這個中國女子是共鐵 講了那麼久 有講出一個東西來嗎 沒有嘛 他在沒有被證明是共鐵之前 他就是一個普通的中國女性 難道你民眾黨的立場是 跟中國女性談戀愛等於泄密嗎 難道國民黨立場是跟中國女生談戀愛等於泄密嗎 沒有耶 趙天玲委員退選是用最高標準 泄密玲瓏人來要求自己 這兩件事要怎麼類比 徐崔英現在是活生生血靈的被我踢爆 他是中國統戰的旗子 中國統戰的樣板 兩者完全不同層次嘛 而且徐崔英進入到立法院 他說現在進行事 難道不能討論嗎 這跟趙天玲委員的案例是完全不一樣嘛 所以回過台談徐崔英這個人 徐崔英他最近 坦白講 我認為非常的高調 非常的囂張 他9月11號去中國上海 結果11月1號回到台灣的時候 開始大肆接受媒體的訪問 媒體訪問他說什麼 本刊記者問他 每年附中的頻率 近日是否有去中國 徐崔英表示 他附中除了回娘家 剩下的一定是跟兩岸婚姻家庭的活動有關 跟此無關的我一概不會去參加 是他說的喔 你們可以去查 好久沒有聽到有人叫我去查資料了 既然叫我去查 我就查一下 我就查了查到這個 來 這個是今年的10月13號辦的活動 就是徐崔英在上海的過程中辦的活動 這個活動的標題叫做2023 戶台金丘音樂會隆重舉行 這個戶不是保護的戶 如果改成保護的戶我沒意見 這個戶叫做上海的那個戶 上海的簡稱戶 那這也沒關係 2023年戶台音樂會 沒有問題啊 大家聽聽歌也OK 可是主辦單位請大家看 叫做交大統戰 主辦單位是上海交大統戰部 所以這叫做統戰音樂會 而且這個統戰音樂會有誰出席呢 包含上海四台辦的副主任出席 交大統戰部的部長出席 交大統戰部的副部長出席 請問這個音樂會跟婦女有關係嗎 看起來沒有啊 跟婚姻有關係嗎 統戰部應該沒有吧 那是統戰部辦的活動嘛 對 那統戰部辦的活動是延款統一還是加速統一 加速統一啊 當然嘛 那裡面最關鍵是什麼 出席人中華 台灣中華兩岸婚姻家庭 服務聯盟秘書長 台灣新住民發展協會理事長 徐春英 這桑巴迪才特別被顯出來耶 換句話說第一件事情嘛 徐春英說謊嘛 他在這個專訪裡面他說什麼 他去中國就算交流 只參加兩岸婚姻家庭的活動 不好意思 你除了參加兩岸婚姻家庭的活動 算你還參加統戰活動 第二件事情他說什麼 他說他這次回去 今年9月11他回上海 但是呢 是因為媽媽身體不好帶他去看病 所以假探親 真統戰嘛對不對 第三件事情 參加因為活動的人沒有一千也五百人吧 這麼多的人為什麼專門就寫你徐春英 除了徐春英之外 被寫的都是有頭有臉的人耶 嚴調部的部長 統戰部的部長 統戰部的副部長 上海交通大學黨委常委 包含上海次台辦的副主任 每一個都有頭有頭有臉嘛 所以你徐春英出席這個 你不是單純的音樂愛好者耶 你是統戰的樣板跟統戰的棋子耶 在這樣情況之下 我問個大才問 我們可以接受 中國統戰部的棋子 直接長驅植入到我們的國會殿堂嗎 這是最核心的議題耶 這個東西不是單純的外配 我在講一次討論這個議題 很多人都講說我們在反陸配 我們在反外配 我們完全沒有反陸配 我們也沒有完全反外配 民眾黨現在是這樣講啊 中國的女生或中國男生 都一樣不分男女 跟台灣人結婚 願意陸籍台灣都是好事一窗 可是你在陸籍台灣的過程中 一邊陸籍台灣說自己是台灣人 一邊打著台灣人的名號 到中國參加統戰台灣的活動 接著你成為台灣的立法委員 而統戰台灣的核心目的 就叫做消滅中華民國 這件事說得過去嗎 所以我問柯文哲 你今天受訪你不敢回答對不對 你說跟李正浩不熟 他不知道要回答什麼 我跟你講柯文哲 你不用跟我熟 你跟徐春英這則新聞熟 我相信你的輿情部 已經把這則新聞傳到你的手機裡面 你看完之後 你再決定你要怎麼回答徐春英這個問題 因為我現在除了第一槽我還有一槽 你認為我的一槽裡面 只有徐春英參加這個活動嗎 有沒有更誇張的行為 你柯文哲自己想好你要怎麼回答 好所以看起來徐春英在中國 就是一個大角色 還在這個統戰部的文章裡面 特別被寫出來 那請教一川哥我覺得這幾天 包括鄭浩說的 徐春英這幾天很囂張 包括自己出來講話 那大家就覺得很奇怪啊 為什麼徐春英他都自己講 柯文哲你不講呢 昨天問到 學生問到之後他又生氣了 一下子扯趙天靈 一下子扯賴清德 一下子又怒扯國安會 是很怕遇到徐春英這個話題嗎 柯文哲還蠻奇怪 他以前在大學啊 演講是很受歡迎的 因為他那種無厘頭的回答 然後搞笑的回答 出乎意料的回答 學生都覺得很有趣 可是最近啊 包括昨天去到大學 這個演講學生提問 他好像不太能夠接受學生 刺到他的心裡面 刺到他不想講的那幾塊 好 譬如說講那個什麼 顏清彪 講這個黑道 講這個民眾堂 就是說 看起來好像你每次你辦活動 都有一些黑道啊 弟弟啊 弟仔在那裡 都很奇怪 像前幾天在那個高雄 那個才誇張 我們上次講那個新竹 那個兔杯很大對不對 高雄那一場 兔杯都是垃圾桶的 都是垃圾桶的 然後還當場抽煙 柯文哲在上面演講 下面在抽煙在吃冰 學生就問這件事情說 這到底怎麼回事 這樣問也不行 他既然說 那你去統計啊 統計那個賴清德 蔡英文 跟什麼 顏清彪 跟什麼誰的見面次數幾次 見面喔 見面跟去見不一樣啊 見面跟去見不一樣啊 我跟林志玲見面很多次啊 但是我沒有見林志玲啊 要遇到這麼簡單 要遇到人很簡單 問題是 譬如說這個總統去到什麼 大甲鎮南宮 遇到 顏清彪 顏清彪 顏清彪是 那裡剩下的廟主嘛 主任委員 黨署長 總統去會遇到顏清彪 這很正常吧 可是總統不是跑去顏清彪他家 總統也不是跑去跟大家講說 請支持顏寬恒的 那是不一樣的 所以柯文哲用這樣的話術 然後說去統計 柯文哲你從政也沒幾年啊 你見到這些人的數字當然很少啊 所以談這件事情 他又把它轉走 第一個 第二個 他在講那一個 講到徐春英 然後也有學生問他那個邱毅嘛 你怎麼最近跟邱毅在一起 跟徐春英在一起 他也整個狂講起來 這就整個狂講 徐春英 徐春英有怎樣嗎 徐春英都不能討論嗎 徐春英為什麼國安 我們的那個什麼國安會國安局 為什麼要討論徐春英 他有犯法嗎 他有進入司法程序嗎 他就把他又轉到那裡去 然後又轉到其他人 找到趙天林啊什麼的 又講到那裡去 然後那下面的學生可能又被他鎖在那邊去 可是你可以看得到 這個柯文哲整個的情緒啊 變化很大 然後他還自己講說 每次叫他捐錢他都不想捐 經常遇到有什麼災害發生的時候 要捐錢的時候 就會遇到說 他說他又沒貪污為什麼要捐錢 我們以前在學校有什麼贈災的時候 這個學校會說 好啊每個老師捐一日所得 捐什麼 一日所得有時候 長官比較大捐一個月所得 像我們都是捐一日所得嘛 可是柯文哲就很生氣耶 我們來看柯文哲捐過什麼 他就捐這幾次而已 2015年 2016年 2018年 2021年 他都捐一個月嘛 他的市長的薪水 一個月大概20萬上下 他就捐這個而已 捐這個之後 他就說我其實我沒有貪污 我沒有貪污 我怎麼有錢可以捐啊 他覺得說他當市長那個薪水應該給他 他不應該捐出去 所以說會痛就是了 你現在要選總統 有人就是統計賴清德啦 賴清德喔 全體主書館捐出來 捐給誰呢 捐給這一個花蓮的鎮災 捐給台南的家福中心 捐給台南學家的柏利向早寮教育中心 捐給烏克蘭 捐給這個烏克蘭 捐給這個城中城的這個火災 捐給台鐵的事故 捐給土耳其鎮災 這些都捐一個月 薪水大概36萬多嘛 其實這件事情 你就可以看到柯文哲很緊張了 你看喔 講到這個黑的 黑的他很怕 怕人家提起 講到中國的 跟中國有關的他很怕 講到跟錢有關的他很怕 大概這三塊 黑金跟紅 這個大概就是柯文哲現在最怕 人家挑戰他的地方